《大学校长论坛》 《共心、共荣》 《大学与城市可持续高品质发展》 论坛共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的主题是 大学与城市的多位融合与互动 在这一部分将会有 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顾洪亮教授 深圳大学副校长张学济教授 南通大学校长施伟东教授 以及韩国明知大学Dr.John Wing Young教授 进行发言 我们有请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 顾洪亮教授主持这部分环节 有请顾教授 尊敬的刘俊校长 尊敬的各位余会嘉宾 大家下午好 非常荣幸收到刘校长的邀请 参加今天的 都会行大学全球联盟成立仪式 即大学校长论均 很高兴的作为论均的主题一的主持人 能够在这里与大家交流 刚才我们一起见证了都会行大学全球联盟成立的仪式 我们也热切期待在这个全球联盟的平台上互相交流 共同提高 在城市化步伐不断家居的这个时代背景下 今天我们大学校长论坛的主题是 共生共性共荣 大学与城市可持续高质量的发展 这样一个举办这样一个主题的论坛 我觉得意义非常重要 在此也非常感谢澳门城市大学的精心组织 使得我们有这样一个非常良好的交流的平台 那么我们今天讨论的论坛的主题一 就是大学与城市的多维融合与互动 这个主题主要是 我想是要来探讨大学和城市之间的 同频共振深度互动的这个关系 那么我想呢 我这里先做一个发言 作为一个抛砖引誉 主要是这个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呢 是讲大学与城市融合互动发展的国家战略的取向 这一部分呢 我主要就是给大家展示一下 第二块内容呢 是发达国家大学与城市融合互动的一个新的动态 举了几个例子 这方面呢 我想我也是主要就是跟大家展示一下 一个是英国的 美国的和日本的这个情况 第三部分的内容呢 主要是讲大学与城市融合互动的一个学术探究的情况 那么这一部分呢 我想主要是强调的是 就是因为我们学校呢 有一个城市 现代城市研究中心 他们有个课题组 就是在研究大学和城市之间的互动关系 那么他们呢 也检索了一些研究的成果 提出了就是把这个大学和城市之间的互动关系 有一些对学术界的研究有一些归纳 这里就是归纳了几个观点 第一呢 就是对于大学和城市发展关系的一个总体的认知 这里提了几个说法 第一就是大学助力城市发展 城市是大学发展的基础环境等等 这个具体呢 因为我想我就不展开了 大家可以通过共享的PPT呢 大概了解一下 我们这个课题组 它归纳了学术界的一些研究 关于这个话题的一些研究的一些结论 大学为城市发展提供 必备的知识基础 城市通过城街大学产生的知识益出 而促进本企业的成长 第三个观点呢 就是大学与城市的创新测缘的这个关系 大学与城市的开放和创新发展的关系 第四部分呢 主要是想介绍一下华东师范大学 在与城市发展方面的一些互动的一些实践 一些探索 那么这里第一个方面呢 就是介绍华东师范大学 大学的国际化与城市国际化之间的互动 这个这里面就是分两方面了 就互动一方面是大学的国际化 对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提升城市国际影响力的一个重要的作用 第二方面呢 就是城市的国际化 对于大学的国际化的推动是一个重要的支持 这里面另外一个观点呢 就是想强调就是大学以产学研融合的方式 赋能城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因为华东师范大学呢 是在上海 所以我们和上海下属的很多区 区政府有很多这种联系 比如说我们这里举的是上海市普际区政府 共建有一个国家大学科技园 这个是2006年设立的 那么这个就是主要是想把学校的一些学科优势 和上海的这个所在这个普际区的这个功能定位结合起来 主要是以智能教育金融科技为特色的一个产业的拮据 这是一个大学科学园区 目前入住企业是超过了800家 这是一个具体的一个案例 还有一个案例呢 就是华东师大和以色列的海法大学和上海市的敏航区政府等等一起合作呢 我们建立了一个就是华东师范大学海法大学转化科学与技术的联合研究院 这个研究院呢是想努力的就是为两校两地乃至两国的以及国际的可转化科技成果的创新源头的研究 核心技术突破等等前期储备腐化转移转化等工作提供支持和服务 助力上海的客创中心的建设 第三个例子呢 产学园方面呢就是我们主要是也是跟普陀区 因为我们上海的华东师大有两个校区 一个校区在普陀区 还有一个校区在敏航区 那么这个一个例子也是跟普陀区的一个合作 就是我们组建上海智能教育科技产业园的管委会 在环华东师大这个普陀校区的周边 就希望能够打造一个智能教育的科技产业园 另外呢当我们还走出上海 在其他的重要的城市建了一些研究院 以产学研融合的方式服务当地的城市的经济的高质量的发展 比如说我们在重庆建立了一个重庆研究 华东师大大学重庆研究院 另外一块内容呢是主要是讲基础教育 因为我们华东师大大学的优势是教育学科 是我们的优势学科 那么对于在基础教育服务方面呢 是我们的强项 所以我们成立了 我们成立了一个华东师大大学教育集团 然后呢在这个集团呢 它就是在各地办了一些附属的学校 从高中初中小学和幼儿园都有 目前大概有70个左右这样的一个学校 就附属的学校组建了一个华东师大的教育集团 再一个呢就是我们主要是要对接 城市发展的重大战略 支持城市的这个重大战略的一些 服务于城市重大战略的一些战略目标的实现 比如说上海呢因为中央决定要开发浦东新区 所以我们当时呢就把华东师大的第二附属中学 这是非常著名的一个全国的一个重点中学 我们就从浦东区这个浦头区迁到了浦东新区 支持服务浦东的发展 助力这个浦东新区的教育的提升 最近几年来呢也是中央政府呢 决定要扩容上海的自贸区建设 然后设立了一个临港 就自贸区的临港芯片区 这也是在浦东的 那么我们也是想就是华东师大就抓住这个 临港芯片区的建设 就是跟临港芯片区管委会 签订了一个战略合作的协议 从一个是从教育方面来 支持临港芯片区的发展 就建立华东师大的这个附属学校 在临港芯片区 第二呢除了教育以外 我们还在其他方面就是做一些合作 比如说人工智能的一些 想打造这个人工智能特色高职院校 打造这个高级的师资培训的平台 等等 助力临港芯片区的一些功能的开发 那么我们为了更好的就 这个加强合作呢 我们在临港专门建立一个 华东师范大学临港研究院 想把华东师大的一些优势的 产学研的一些项目 通过研究院的方式 能够在临港落地 这个是 另外一块呢就是智库建设 大学因为有很多 我们学校里面呢 大概有50多家智库的研究机构 为上海的城市发展提供决策咨询 这个是我大概介绍的 就是华东师大在一个课题组 在研究上的一些基本的一些观点 以及我们华东师大在推动 就是大学和城市的融合互动方面的 一些做法 一些探索 求教育各位专家 我们下期见了 我们下期见了